大同校园霸凌事件处理结果公布 受害者同学揭露更多发指细节 受害者一生被毁 处理结果令全国家长担忧 人民网下场发声 这起恶性事件应追究监护人责任 震惊全国的山西大同校园恶性霸凌事件 终于等来了官方处理结果 涉事校长被解职 副校长 班主任被辞退 而两名未成年施暴者 仅仅只是采取了训诫的惩罚 训诫翻译过来就是批评教育 网友们也纷纷质疑 惩罚是否太轻 一年半的时间 对受害者进行殴打 凌辱 性侵 甚至有些行为说出来都属于违禁词 这些放在成年人身上 都骇人听闻的变态行为 竟然出自两个不到十岁的四年级孩子之手 实在令人不寒而栗 而根据施暴者同班同学的爆料 这俩的恶行还远远不止这些 很多同学都受过他们的欺负 以下是来自威视中国的报道 这家就在学校欺负孙浩博那 三年级下头开始欺负 用拳头打他肚子打他脸 然后蒙他 那你们为什么不和老师说 我们说了三年级下头我们和老师说 然后王老师处理完了之后 那个赵成一打孙浩博打得可狠 那打他的时候你们为什么不管 我以前也被打了我也不敢 我怕我也被打 赵成一和那个建家隽 从多会开始欺负的孙浩博 上学就欺负了 都有什么行为欺负的 就是打 骂 那孙浩博什么反应 孙浩博就不告老师 然后就一直让打一直让骂 那么你为什么不管呀 我怕我也挨揍了 那他还欺负过谁 他还欺负过谢生墨还有魏赫 你呢 我被金家俊欺负过 平时在宿舍经常欺负 基本上天天欺负还是怎么样的 天天欺负 多会欺负具体上 中午晚上早上都有 都欺负 视频中孩子说了 这俩小混蛋 长期欺负同学跟班主任反应 老师处理后依然我行我素 屡教不改 这也不禁让人怀疑 对于这种天生恶种 训诫到底能起到多少正面效果 老话说 子不教父之过 哪怕是生性邪恶的孩子 如果后天家庭教育得当 还是能压制甚至规训内心之恶 然而在这两名未成年施暴者身上 我们看到的是家长的溺爱和纵容 甚至不知悔改 受害者家长之前表态 不要赔偿 只要公开道歉 然而至今施暴者家长 都没有进行公开的道歉 所以这俩小混蛋 能捅出这么大篓子 能干出这么变态的事 他们的家长作为监护人 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对于这样的家庭 谁能保证两个小混蛋 以后不会再作恶 如果说 对于两个未成年小恶魔的训诫惩 惩罚是卡了法律的办 我们拿他们没办法 但对于作为他们监护人的家长 这样的成年人 仅仅也是训诫 似乎无法服众 对此 人民网也下场发生 大同校园欺凌事件 应追究监护人责任 幸福的童年治愈一生 不幸的童年 则需要一生去治愈 毫不夸张地说 大同校园恶性霸凌事件的受害者 这个不到十岁的孩子 人生多半是毁了 这一年半快两年的各种凌辱 将成为他的童年噩梦伴随一生 对他今后的学业 恋爱 婚姻 特别是两性关系 都会带来不可逆的影响 看到这里 相信很多网友 特别是有孩子的家长 都会和我一样 对施暴者和他们的家长 恨得咬牙切齿 所以对施暴者家长 也仅仅进行训诫惩惩罚 是无法令全国家长安心的 因为大家都害怕 下一个会轮到自己孩子头上 对此 我们当家长的也呼吁 对于施暴者家长 仅仅采取训诫惩惩罚 还远远不够 两个不到十岁的小恶魔 因受未成年保护法保护 而躲过制裁 那么他们的监护人 应该承担法律责任